不同觀點,各有立場,絕對沒有對錯之分,你一言,我一語,發呆風雲 發呆風雲又開始,9057541540 好了,你先讓我講獎品,先講今天的題目 講題目先讓人想一下 上次講關於TVB最佳的劇集選舉 你想再重播哪一集 現在還在投票,不知何時折都忘記了 總之他自己找了55套,因為他是55周年 找了55套最經典的劇集,叫人網上投票 最多票數那一套,他一定會重播 最近亦有網民反而有另一個話題 在這麼多年內,當然,劇集有時裝、古裝、穿越 以古裝為例,他就問了大家一個問題 他說在這麼多,由開台到現在 女藝員,哪一個的古裝扮相是最漂亮的 其實這個也想一想 有些是好吃古裝的樣子 什麼叫好吃?很上莊 有些一扮古裝,總是覺得格格不入好像很奇怪 但是有些,簡直是… 賣了那些,不是吧 他時裝OK,古裝好像怪怪的 那些怪怪的 是,格格不入 是不是古裝已經定了型,是鳳眼? 不一定 但問題是,有些古裝,時裝沒有那麼出眾 一到古裝的扮相,你會… 會…那一隻,是會的 很簡單 趙瓦枝,人們常說趙瓦枝古裝很漂亮 古裝也很漂亮,是 是,在楚留香也知道 古裝,中美齡也是很漂亮的 中美齡也是很漂亮的 是很漂亮的 蛇絲曼也可以 你問一下,近期一點 蛇絲曼也好 總之,留給大家去想 你覺得,只計TVB女藝人,好嗎? 因為TVB的選舉,亞時那些我不計 但亞時過了,無線那些都計 總之你這樣算,我們不如豁出去 無所謂,街藝電視也好,亞時也好 那是米雪,如果街藝電視也好 你選米雪也可以 你記得鄭玉玲,街藝電視也有份做電視劇集 但她的古裝很奇怪 因為她人夠高,太瘦 但她的古裝很奇怪 跟著那件衣服也知道 穿到青色還是紫色,整個殼 你說我沒有說 我感覺上,不是她的角色 那你自己想 究竟在古裝女藝員的扮相當中 你覺得哪一個是最美的? 古裝扮相 記得哪一套電視劇集 講完都還可以 其實歐陽佩山也很好 是的,我喜歡她 當然她時裝也漂亮 但她古裝的扮相也真的很漂亮 很清純,很有氣質 你叫她扮壞人是很難的 她做反派是很難的 夠了,夠了 對,跟你的相反一點 霍小姐 喂 去了化妝 霍小姐 阿美 兩位好 你好 3號 我是喜歡翁美玲 翁美玲 她很嬌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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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很嬌俏 不過可惜死命 你覺得她時裝的造型 或扮相就沒有古裝 她沒有古裝那麼嬌俏 會不會這麼適合她的角色 有可能是 時裝就是一個漂亮的電視藝員 是的 但電視藝員漂亮的有很多 因為她暫時除了這套《射雕英雄傳》之外 古裝我不記得她還有沒有拍過 好像沒有了 所以只是一套 因為她是角色 所以你覺得是 所以很可惜 其實如果她在這裏 可能跟著拍很多劇 很年輕 她跑了28歲 26歲 很不值 26英國 OK 多謝你 拜拜 拜拜 好 暫時時間夠 如果你想到的話 待會再打電話 因為5時新聞回來之後 會繼續接聽大家的電話 OK 好了 現在手上有楊佩山 有李若彤 還有翁美玲 究竟你覺得 在雲雲這麼多女藝人當中 古裝扮相 古裝扮相 誰是古典美人 一走出來都覺得 嘩 驚為專人 是的 有很多選擇 另一位張小姐 張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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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小姐 謝謝 我首選是翁美玲 翁美玲 然後是李若彤和朱欣 朱欣 朱欣也漂亮 古裝扮相 朱欣也漂亮 朱欣也漂亮 好 多謝張小姐 朱欣也漂亮 朱欣有兩票 李若彤 有一票 連紫青也參與 她給了個我 是什麼 她說 郭善妮 裡面的一句叫琴青姑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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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